打開鎖定 然後這邊的右鍵打開snap面板 因為這樣比較容易辨識你現在在用哪一個snap 用馬爾同學 如果有用過馬爾同學 你應該會比較喜歡有看到這些東西 你在哪一個軸,哪一個鎖定什麼東西 當然這都可以開起來 ribon現在用不掉,可以關掉 先這樣操作 一開始一樣,我需要一個骨架 一根bong 而且我也一開始就確定我rik 所以arized to child這個就打勾 鎖定格點 因為這樣子你在做的時候會比較明確 拉就是一個 你要用三格,三格,四格,五格,五格都可以 都沒差,反正鎖格點做出來就是這個大小 就好了,就一根 接著換到物件 做一個倒角box 你要用單純box也可以 只是我比較喜歡倒角box 看起來比較好看 先做出來,再來調倒角的樣子 跟它的厚度 我沒有設計統單位 但我心裡想的是公分 所以這個是一個還蠻大的 寬40公分,高25公分 然後 應該說長80公分 寬40公分 高25公分的磚頭 水泥磚了,超巨大水泥磚 不管它 底下 裡面有一根bong 好 接著我需要什麼東西 我們還可以完成 還需要輔助物件 因為一旦使用這樣的股價 做在裡面去 會需要很多輔助物件 輔助物件 CREATE HELP 我要使用的是Dummy Du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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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擬物件 是在畫面上看不見的 需要兩個 好,你就這樣子直接拉 用鎖隔點的方式直接拉 還有 有沒有發現我建股價在TOP4窗 建Dummy 在Perspective4窗 或者你建Dummy 在這4窗也可以 總之 建立股價或者是 尤其是Dummy 你最好在這兩個視窗 因為這樣做出來的物件 它的Z軸 它的坐標 會跟世界坐標一致 好 那這兩個呢 怎麼用 對齊 這一個 對齊骨頭的PIVOT 好,軸向不用了 PIVOT對PIVOT XYZ OK 這一個呢 對於這個IK 點它 一樣 這樣對上 好 所以呢 可以命名了 Brick 轉頭 01 好 好 那這個呢 我就叫做 Dummy 左邊 左腳好了 左腳好了 然後 這個叫做 我命名的習慣 命名的習慣也要開始慢慢有養成 那 因為這是Dummy 所以我會留著Dummy 才命名 好 會用這樣的方式去命名 左腳 右腳 好 那等一下呢 先把這一堆準備 等一下我們要進行 設定 讓它可以開始做 走路的運動